好謝謝 因為大家現在都在講區間測速的問題 最近網路沸騰啦 發燒啦 全民都在暴動了啦 那就這個部分呢 其實大家認為說公路總局難辭其咎 這是今年二月的新聞 當時公路總局的第一公路段長呢 出來接受媒體的採訪呢 揚揚得意說 自己是區間測速系統的設計者 然後覺得發明區間測速是一件很驕傲的事情 可是今天彰化的台六十一線 發生的區間測速 即沒有經過標檢局的檢驗 然後出包等等的問題 導致一千多張的罰單要被撤銷等等問題的時候 公路總局卻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地方的警察局喔 互踢皮球的狀況 讓人民覺得非常的不能接受 那到現在為止呢 我們也發現 各地的政府對於這個區間測速的態度 也非常的不明確 以台北市為例好了 台北市目前是說 他要等待廠商送宴 那送宴結果出來之前呢 暫停舉發 那以新北市來講呢 他說 現在北宜的權限呢 考慮要延伸 甚至要再繼續增加 那我們區間測速從最早的萬里的 隧道開始到現在喔 逐年的增加到現在已經有三十處了 那請問一下次長 到目前區間測速引發這麼多的問題 我們今年所增加這個計劃是不是還要照原定計劃 繼續新增 繼續設置 我跟高原報告 整個區間測速 不管是警察局交通部都有在推動 所以不是說警察的 警察局的問題 那我要跟高原報告一點 就是說區間測速是來改善點測速的缺點 很多人到 這個照相機的地方就變慢 然後又拼快 又變慢 所以這種速度差也產生很多的危險 所以我們是 現在慢慢就說用區間 這段速度 你一定要保持某一個速度 然後不會有像剛才談到 市長你有開車上路嗎 你有經過這些區間測速的隧道過嗎 我常常 萬里 隧道你也有經過嗎 就如同你剛剛所講 你說現行的測速會有這些盲點 但區間測速同樣也有 而且更嚴重的爭議 包括說短短的萬里隧道可能六百多公尺裡面 就有區間測速 所以導致很多車子呢 在出去之前 就在這個 隧道口 等待時間過去 再出去 研發塞車的問題 包括我們的自強隧道 包括很多的隧道 其實都有這樣的問題 區間測速在短程的 狀況之下 就容易引爆隧道裡面的塞車問題 甚至如同你剛剛講的 測速機的問題 同樣也有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理由 也不是問題 問題就在於說你的 執法的依據 跟你這個機器到底能不能讓人相信 我們在法律上有 毒素果實理論嘛 你如果用非法的方式 違法的方式 取得的證據 那你這樣的證據 是我無效違法的 所以過去呢 在我們 相關的感應視線圈的 測試 測試 在民國九十七年當時被媒體踢爆 因為沒有國家檢驗的標準 因此 全面停用 延續了三十年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錯誤的政策後來才改掉 要求一定要送國家檢驗 目前我們所有的測速不管是測速照相機雷射的 這個測速儀或者是我們的感應線等等 所有處罰人民的依據都必須要經過國家 標檢局的檢驗 唯獨你區間測速 的機器完全沒有 而今天被踢爆的這一家 彰化的這個 台六十一線的這一家公司 他同時也承包了萬里 西濱桃園 苗栗台中 都是同一家公司 所以更引發更多的爭議 那這些罰單未來都會 民眾一定會來申訴 所以這衍生我們未來 執法的依據跟困擾 所以 警政署 交通部 公路總局 地方政府 現在所面臨這個問題 應該要趕快有這個肩膀跟擔當 先暫停目前區間測速 趕快把這個法律程序 補足 要求我們的區間測速 經過國家標準 級的 檢驗完成之後 開始上路 這個才能夠真的合法 而且才有執法的依據 那你目前的做法引起那麼大的爭議 更引發後續 未來的測單的效應等等 這些誰要來負責 這行政成本跟未來所引發的民怨這些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交通部不要再一意孤行 現在知道錯了 趕快 踩煞車 亡羊補牢 趕快就這幾天內 趕快有一個明確的決定 趕快把這個 怒火能夠止息 否則這個火一直燒一直燒 現在只燒到我們交通部 未來燒到警政署 將來燒到我們 行政院院長 這個火是一直燒不完 那你明知道錯了現在還不認錯 這就是大家不能接受最憤怒的原因啦 所以我們希望交通部跟公路總局 趕快這個懸崖熱馬 趕快就這件事情 能夠進行相關的修法 跟暫停目前的這種違法的這個舉發的行為 我剛剛有報告 速度管理在在我們的交通安全是很重要 因為他是用V平方的方式來 撞擊 增加 增加10公里就是在V平方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在 整個但是剛才所提到 理論上雖然他沒有經過經濟部標準局 他應該有第三方來認證 認證 比如說 包括車牌辨識到這個時間的這個 現在就是人民不相信 因為你們連認證都沒有認證 出包之後呢 還是被人民抓包才發現的 那叫我們人民如何來相信政府 你現在執法的每個機器 隨時都是經過檢驗 而且是經得起考驗 這個部分就是你們現在最大問題 在你們沒有辦法把這個部分解決之前 你們現在完全沒有開罰的依據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相信說這家公司他的其他 地方其他隧道所設置的區間測速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能夠趕快來做修法的動作 你現在停也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如果 他們我也請 這個公務總局 現在停會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因為你很多地方就是沒辦法執法 這個是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現在很多是點速度 你現在就是因為你的機器有問題 你當然沒有辦法執法 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就是 如果他們現在繼續做 但是如果後來 他們他們現在會開會嗎 如果證明這個像彰化這個問題 當然就退 就會退 好不好 我們用這樣來 現在很多東西都不是說 現在不是事後有問題才來退 現在是你未來現在針對這個部分 你要馬上處理 之外 未來你的這個 研議的措施 你要怎麼去改進現在的問題 而不是 你未來都說 隨時你只要發現問題 我就來退 而是我們現在應該要趕快來修法 把這個區間測速的機器 納入國家標檢局的檢驗的範圍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這個之前 我們應該要全面 停用目前的區間測速 你可以用測速照相機 或是其他的方式 還是可以暫行的取代 所以在這個之前 我希望交通部 不要在這個固執己見 一錯再錯 那趕快把這件事情 能夠止血之外 能夠有精進的作為 這個才符合人民的期待 是不是 我們就用 剛才你談到精進的作為 這我們來考慮 考慮 因為現在大家已經就是 迫不及待 現在隨時都被開單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之前 你們趕快把後續的作為 能夠公佈出來 然後趕快先暫停現在的這個 執法的依據 不要再衍生更多的錯誤 還有這個測單的事情 我的交通部 難以承擔 好不好 好不好 趕快 可不可以就是禮拜一之前 把這個你們的作為 趕快有一個 明確的決定 你們大概什麼時候以前 會把這件事情 有一個明確的 決定跟宣佈 明天是 早上嗎 好所以就是禮拜 五 禮拜四 禮拜四明天就會宣佈了 對這件事情 的態度跟做法 好不好 那希望能夠採納我們的建議 好不好 謝謝次長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現在請廖萬祖委員